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重要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省平渡市的大则山 今秋九月硕果累累 这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采摘季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特色吧 平渡位于山东省东部 隶属于山东省青岛市 是连接青岛 围方 烟台三大城市的枢纽 平渡市境内最主要的山脉是大则山山脉 大则山以群山环而出泉 会为大则而得名 它的主峰海拔高度七百三十七米 山脉呈东西走向 绵根百余公里 早在汉代 大则山就有葡萄种植的历史 大则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 造就了一个适合葡萄生长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小气候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身后是热闹的人群 而且可以隐约的听到唱戏的声音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末 同时也是大则山葡萄节最热闹的一天 现在我已经安安不住加入到他们热闹的队列当中去了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大则山葡萄节 相传源于唐朝初年 郊东地区传统的节日 财神节 1991年改为葡萄节 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 感受着空气中泥满的清新果香 不仅令人陶醉 我们的记者小刘漫步园中 与正在园中忙碌的果农攀谈起来 我发现咱们这里面积特别大 而且葡萄特别多 您能不能跟我讲一下这里的情况呢 我们大的山葡萄 豆子面积几万亩 然后我们大则山葡萄种子历史非常悠久 传说有两千多年 然后我们有历史记载的 完蛋记载的就有四百多年了 所以我们大则山葡萄 葡萄都在种葡萄 行了 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带你去天山下大则山葡萄 热情好客的大则山人总会给我们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相互了解之后 小刘得知 面前的这位果农便是这个庄园的主人高竹亭 当高竹亭得知 小刘是为探寻大则山葡萄的奥秘而来时 特地在葡萄园中采摘了几个特色品种的葡萄 让小刘品尝 为了方便我们品尝 高老师特地乡这里最有特色的五种葡萄 组成了这么一个果盘 来下面我就尝一下它们的味道 非常好吃 你这个不对了 为什么要吐葡萄皮 吃葡萄不要吐葡萄皮 不吐葡萄皮 对 吃葡萄不要吐葡萄皮 难不成流传在老百姓当中的这句绕口令般的足语 还真诚的现实了 为什么要不吐葡萄皮 因为葡萄皮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么国际的生长过程当中 主要的营养成分 首先供给的是种子和皮 那么像种子含有大量化氢素 皮当中含有大量化氢素 等等很多的威力元素快一些 含量最高 说你把它吐掉是不是浪费了 吃葡萄 你得不要吐葡萄皮 听高竹亭这么一说 似乎也有些道理 这葡萄皮和葡萄籽都很有营养价值 吃下去应该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但是这皮干净吗 有没有农药残留之类 或者是其他的污染呢 我们将这个疑问抛向了高竹亭 但我这儿有个疑问了 您看这上面有一层白雾 对呀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面前的葡萄上面有一层白霜 我们在家里买回葡萄 那可是要浸泡好久 在清洗以后才吃的呀 难道说这层白霜不用清洗 也可以吃吗 在葡萄的生长过程当中 它自己的形成一种果刷 它为了保护果实的 它生长过程当中 自己生成一种果刷 这个果刷吃了以后 对人非常有好处 这个是所以说 如果你洗 洗的不用 而且洗了以后 还有个生水味 会影响到口感 对生水敏感的人 还会拉多了 所以不要洗 要不要通过大洗 经高如亭这么一介绍 小刘才明白 原来吃葡萄 还有这么多学问 但是同时呢 小刘还存在着一些疑问 因为他看到 在葡萄园品尝葡萄的游客 都吃着 这样带着有果霜 而且没有清洗的葡萄 那么大则山的葡萄 为什么可以这样吃 难道果皮上 真的不会有农药残留吗 宋培佩 是平度市农业局 植保站的农艺师 带着对于大则山葡萄的疑问 我们的记者小刘 找到了宋培佩 那么高竹亭 这个采摘园里的葡萄 真的不用洗 就可以直接吃吗 我们这葡萄 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做馆 就给它套上葡萄袋 一直到收货的时候 那个袋子也不用摘 直接就是采下来 可以把袋子去掉 就可以直接使用 比较安全 但就是这个葡萄上 也禁止使用着高毒 高残留的农药 都是采用一些高效 安全 低毒 低残留的农药 所以放心使用 再一个就是 在这个农药都有一个安全期 在距离这个采摘之前 有一段时间就坚持用药了 宋培佩对小刘说 保证农产品的安全生产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就拿他们农业局来说吧 各个部门 有各个部门的分工 比如说 农业局有执法大队 执法大队 负责全市农药 化肥 种子等 农业投入品的监管 这是平鲁市 农产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呢 就是宋培佩所在的农业局质保站 农业局质保站 负责下区内农作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 根据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 并通过手机广播站等渠道 给果农和菜农们发布信息 指导他们正确的用药 除了执法大队和质保站之外 平鲁市农业局 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 这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三道防线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 有专业的检测人员 定期或不定期的 对全市的生产基地 批发市场 农产品加工企业 进行消钱抽检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的基础上 平鲁市农业局还在全市17个镇 设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 每个镇农产品安全管理中心 都有两到三名的专业技术人员 由他们负责农产品的安全监管工作 这样层层设立的监管机制 对农产品的品质安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葡萄园旁边 工人们正在配置布尔多叶 布尔多叶是一种保护性杀菌剂 这种杀菌剂使用后 能在作物表面形成一层透气透水透光的 致密性保护药膜 这层保护膜能抑制病菌包子的萌发和入侵 从而达到杀菌防病的效果 高竹亭说 除了布尔多叶等传统的药剂之外 他们还尝试着用一些新的肥料和农药 在保证葡萄安全生产的基础上提高葡萄的品质 高老师 这黑色的桶里边装的也是一种农药吗 对 是我们果园里面驱虫用的木鹅叶 你闻一下 小刘你闻一下什么味 我怎么闻着有一股烟熏的味呢 对 真是因为这种烟熏的味道 所有的飞虫和飞蛾 你闻到这个味就飞得远远的 达到了驱虫的目的 那么我们每年都要用这种木作业进行攀杀 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葡萄 那么它这种是一种这个植物提出剂 它是无毒性的 它只能驱虫不杀虫 那么然后它对葡萄的生长也有去到很好的作用 实际上 高竹亭所说的木作业是一种新型的微生物菌肥 由于木作业具有特殊的烟焦气味 所以能达到驱壁害虫 减少害虫对葡萄园危害的效果 所以说 在葡萄园里使用木作业 是提高葡萄品质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而且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措施 高竹亭说 和其他的农作物相比 葡萄的病虫害相对比较多 在任何产区任何气候条件下 控制病虫害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防止这些病虫害关键的措施是什么呢 是根据葡萄不同的生育期 根据病虫害侧报 制定具体的防止措施 俗话说 庄家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那么他们的果园里 都使用哪些肥料呢 高竹亭说 在施肥上 他们强调以有机肥为主 化学肥料为辅 每年秋季 每亩适用腐疏的有机肥 3000千克到5000千克 对提高葡萄的品质 有很大的好处 其次 葡萄的全生预期 还要根据土壤肥力 植株长势和计划产量 制定科学的施肥计划 进行根外追肥 另外 他们还在葡萄园里 适用爪叶 高竹亭说 果实棚大期和着色期 每亩适用爪叶 1500千克 不仅能够提高葡萄的做果率 而且还能增加葡萄的甜度 增强葡萄的试口性 葡萄园的美景和葡萄的美味 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但是我们对平度的期待 还不止这些 因为听纸宝站的宋培培说 平度市还有一个农产品 不可不看 它就是马家沟芹菜 下面就继续我们的平度之行 马家沟与大泽山一样 隶属于山东青岛的平度市 是平度市里园街道辖区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马家沟芹菜 在这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马家沟芹菜和其他地方的芹菜 有很多不同 尤其是和西芹相比 对比更加明显 您看这是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西芹 把西芹的叶饼掰断了 它会有很多丝 这就是芹菜中的粗纤维 而马家沟芹菜呢 它的纤维素含量相对比较少 看上去鲜鲜嫩嫩嫩的 纸地非常脆 叶饼一碰就断 而且一点丝都没有 所以又被当地人叫做玻璃脆 再一个 马家沟芹菜的叶饼是空心的 这种空心的结构 让马家沟芹菜吃起来 更是爽口无渣脆嫩清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马家沟芹菜最适合做凉拌菜 清洗干净了以后 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少许盐 味精和香油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这种吃法最好吃 而且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芹菜的营养成分 出到马家沟村 刘浦就品尝到了这美味的芹菜 那么马家沟芹菜独特的品质是怎么来的呢 来到一个芹菜种植基地 宋佩佩对刘浦说 马家沟芹菜的品质 与当地芹菜的品种 种植环境和种植技术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拿着品种来说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当地菜农把从外地引进的 名叫大叶黄的芹菜 与当地芹菜隔行栽种自然杂交 然后逐年选育 延续到1982年 形成了芹菜优良品种 平马一号 平渡市农业局的技术人员 对平马一号逐年进行提纯树状 使马家沟芹菜 始终保持着优良的特性 人们常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可是马家沟的菜农们却说 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菜 马家沟芹菜的品质 与当地市仪的气候 土壤灌溉水 都有密切的关系 经农业部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检测 马家沟芹菜产地土壤 和灌溉用水的PH值 大都在6.9至7.4之间 土壤中钙含量 盆含量 灌溉用水的美含量 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要高一些 因此特有的土质 水质 光照 气候环境 培育了马家沟芹菜 这一特色农产品 玉油油的芹菜长势正旺 芹菜地里有黄色的沾虫板 还有不少兴幼补器 宗培培着 这些设施正是他们对付芹菜病虫害的武器 目前危害我是芹菜的 病害主要有叶斑病 菌核病 软腐病等 虫害主要有牙虫 田台叶鹅 蟹丸叶鹅等 为了保证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也为了避免 单一的使用化学农药 而产生的农药残留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积极探索了一条以农业防治 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 以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防治 为主的绿色防控技术 宗培培说 马甲沟芹菜一般采用工产化育苗 然后将经过抽检的无病无虫的状苗 移载到大田里 这样生产出来的芹菜不仅品质优良 生长整齐 而且可以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在栽培中 除了移栽完毕 浇一次透水之外 整个生长期 全部使用低灌带进行灌溉 采用低灌系统灌溉呢 可以明显降低大田里的土壤湿度 为马甲沟芹菜 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看着大田里的黄板和性幽补器 宗培培对我们说 对于马甲沟芹菜来说 这些武器针对的害虫不同 而且在虫害预防上 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 性幽补器和黄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黄板主要是诱杀一些牙虫 反尸这一类的害虫 性幽补器主要是诱杀 田菜叶鹅 斜蚌叶鹅 小菜鹅 这些林翅木的害虫 它主要是利用里边的幼心 来吸引这些林翅木的成虫 来影响它们的交配 所以就会使这个害虫的虫口密度降低 从而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 据宋培培说 地里边之所以挂了那么多性幽补器 那是因为一种性幽补器 只能诱杀一种害虫 性幽补器里边有幼心 不同的昆虫性幽剂成分不同 它们的引诱对象明确而专一 只对目标昆虫有效 所以种植户就在马家沟芹菜种植基地里 针对斜纹叶鹅 田菜叶鹅等不同的害虫 悬挂了不同种类的性幽补器 我们家常检测中心的抽检 我们农业局和乡镇农业服务中心 签订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 他们生产企业的合作社和家常农场 跟当地街道办处签订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在马家沟芹菜种植基地的地头上 小刘发现了很多项小型的大棚 大棚里不种菜 菜农却把收获后的芹菜搬到这里 基地的菜农告诉小刘 这是马家沟芹菜特有的空调房 也就是说 马家沟的芹菜收获之后 是不能马上上市的 要在空调房里住上一个月以上 才能够上市销售 这个说法可把小刘弄糊涂了 那么这芹菜收获之后 为什么不能直接销售 非要存起来呢 菜农王伟强给小刘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 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家家都要存储大白菜 经过存储的大白菜 再吃起来水分少了 却增添了少许甜味 他们把芹菜存到这样的空调房里 也是这个原理 马家沟芹菜存住的时候 根部都要带着泥 王伟强说 他们把芹菜根上的泥叫做老老土 老老土可以起到保水保肥的作用 在芹菜储藏时 继续给根系供给营养 马家沟芹菜在上市销售前 还有一道精选的工艺 菜农们会把芹菜最外头的一层扒下来 当然 这一层芹菜也不会浪费的 包水饺 蒸包子 都是很好的原料啊 那么 精选出来的马家沟芹菜呢 就可以包装上市了 2007年 马家沟芹菜通过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申请 现在 马家沟芹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的生产者 都可以使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 你可别小瞧了这个标签 您看 刮开标签的图层 可以看见一串数字 这就是马家沟芹菜的防围码 在手机短信中输入热线电话号码 然后再输入查询的防围码 如果是正宗的马家沟芹菜 您就可以听到短信回复 您看 这就相当于是马家沟芹菜的身份证 是可以验证身份的 家庭农场生产销售 质量接受山东省平度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检查 是国家地理保护产品 谢谢查询 交谈中 小刘听着菜农王伟强述说马家沟芹菜的标准化管理 述说对马家沟芹菜品牌保护的理念 被深深的感动了 从一位又一位农民身上 他感受到平度市特色农业迸发的勃勃生机 也感受到这一片土地上散发出的幸福和活力 不知不觉 我们在平度度过了五天的时间 对这里有了一定的了解 吃到了大则山的葡萄 品尝到了马家沟的芹菜 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打造一个品牌 致富一方百姓 这就是平度的特色农业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在行动 平度市的特色农业办的卓有成效 这里有政府大力支持的功劳 也有当地农民积极配合的结果 现在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们说特色农业这条路 他们会坚持走下去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定能让经济效益更上一层楼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